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說In the figure 三角形ABC 會跟三角形FDE 即是說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問我們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true 有兩個statement給我們選擇 第一第二 待會再擊破 先拿單案子出來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好先進 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起來 可以看著做 節省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我加工了一點點 我叫三角形ABC做黃色 另外還有三角形FDE 叫做橙色 方便我們等下講解 沒什麼樣分 只會有顏色 以下做一個擊破 逐個做 不如首先 我先在螢光幕上 切開兩邊 待會方便我們做這個 切好一點點 真的方便我們做 因為我如知應該不夠位 直接在這裡做 首先 我先讓我先做第一個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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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擇 中碼同外 對應於1 解析 不是選擇 選擇 真的不太知道 現在做給你看 由於我首先看到一件事 就是黃色的三角形ABC 會跟橙色的三角形ABC 就是FDE 給你一個卡 讓你溫習的時候 會比較省 這個是黃色 這個是橙色 用起來的時候 原因是什麼 當然是你告訴我 所以 我們心裡有數 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其實他們相對應的角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說角 CAD CABoy 就會等於這個 CABoy 就是312 CABoy就是312 相對應是312 應該是角EFD 所以這兩隻角應該是對應的 所以我們會知道 就是角度CABoy 應該會等於角度 EFD 312對312 原因我先寫一下 就是英文 就是Corresponding Angles 就是Similar Triangles 中文就是相似三個型的對應角 重複 相似三個型的對應角 所以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 角X就會等於68度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 角X就會等於68度 OK 既然1是這樣寫 當然是正確 所以Hence 所以這個字解 OK 1 那個Statement is True 1的答案是正確的 OK 好了 Option 2 Statement 2 我們不如在右邊 這裡做完 好了 對應於2 For 2 這句Statement 正確嗎 就是Y等於7 是嗎 由於一樣 你給我們 就是三角形ABC 即是黃色的三角形 是會相似於 就是Similar to 三角形 FDE 當然就是橙色的三角形 由於黃色和橙色的三角形 是相似的 那麼 我們心裡有數 換言之 不如我拿綠色筆給你看 讓你們看得比較好 他們相對應的邊場 應該是比例上一樣的 那麼 例如舉個例 就是 ABOY 這裡 12 就對應於 這裡就是12 那麼他們這批邊的比例 我用綠色 好嗎 就是ABOY 所以 我會寫這批邊的比例 就是12對12 即是綠色的AB 所以 這批邊的FD 就會超過FD 好了 就會等於什麼呢 不如我拿一支粉紅色 另外一批邊場比例 我會選擇 就是13 就是AC 對應於13 就是FD 所以這裡 就會等於粉紅色的邊的邊場比例 就是AC 對應於FD 原因 當然 拿回它 就是Corresponding Size 英文的同學先寫 就是Similar Triangles OK 中文就是 相似三角形的對應邊 重複 相似三角形的對應邊 所以換言之 A B 對面的比例 是怎樣呢 加上這邊 A B 就是7 而FD 就是8.4 所以我們加上全部 我不再給那麼多色 好嗎 用藍色算 就是7 就 over FD 就是8.4 好 就等於AC AC 就是5 而FD 就是Y 所以這邊 就是5 再over Y 換言之 我們把這個 交叉相成 就是把除Y 變成Y 把除8.4 調成8.4 所以 其實 左邊 就是留住7 乘回 隨便乘成Y 然後 留住5 把8.4 又隨便乘成 所以就是5 乘8.4 所以在這裏 5乘8.4 應該是42 左右兩邊 應該都有約 先拿著原筆 這裏 7.1如7 7.642 所以 其實在這裏 7.1如7 就是7.642 所以 換句話來說 最後答案 Y 原無意外 是6 OK 所以 咦 我們見到了 你說 Y是7 我們現在計到Y是6 所以回人家 Hence 對了 2 這個Stayment Is not true 所以 正確答案應該是誰 看看 正確答案 1 對 2 錯 所以正確答案應該是這個 虎之欲出 A 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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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終於完成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給你們一個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